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星,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11月4号的交流对话节目 美国一年多来的政治大戏总统大选还有三天就要举行 今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谈谈最新的选情 首先选前十天扔下电邮门震撼弹 联邦调查局长科米是损害还是保护了美国的民主 其次两位总统候选人争议不断 新总统当选之后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危机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 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所长方大为先生 他的英文名字是David Firestein 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 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比舟先生 美国时政评论人士石凯文先生 他的英文名字是Kevin Slayton 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交流对话节目 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 交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 这个信箱的地址是交点对话at gmail.com 交点对话是拼音 欢迎您写信到这个地址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 并且就每周的话题提前提出您的问题 我每次会挑选几个最精彩的评论用在每个讨论的最后部分 请记住邮箱地址是交点对话at gmail.com 另外您在节目现场直播中也可以提出问题 我们也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的使用 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FBI最近引发的政治爆炸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选举前11天智慧国会 FBI因为发现新的线索将重启对克林顿电邮门的调查 这个举动为白热化的选情扔下震撼弹 导致选情出现重大的转折 也使FBI置身于巨大的政治风暴 科米更成为舆论冲击的风暴眼 支持者赞扬科米敢于纠正早先对于克林顿调查的不足 反对者则攻击他偏离司法中立影响选区 除此之外 FBI在这次选举期间的其他一些做法和决定 如不调查俄罗斯对选举的影响等等也引发了争议 那么FBI在临近大选前重启对于克林顿电邮门的调查 是保护还是伤害了美国的民主 攻击和赞扬FBI局长科米的两方 谁才真正的理解美国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的原则 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好我想我们首先要谈的就是科米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次大选前十多天来公布重启克林顿电邮门的调查 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不得不这样做 他感到 那么小夏听听你的看法先 这是因为首先我们看7月5号 科米在记者会上宣布说 对克林顿电邮门调查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结束的结果就是说 他克林顿就是尽管做得非常不谨慎 可是呢他并没有可以起诉的原因 那么我们都知道克林顿的电邮有6万多封电邮 他删了3万多封 那么克林顿说这3万多封都有私人电邮 最近是出了一件什么非常按照中国的剧情说非常狗血的事情 就是原来纽约市的联邦众议员就11年下台因为一个就是英文他现在创了一个新词叫Sexting 就是他给这个送色情短信 对送性短信 这个下了台的议员 他的太太是克林顿的贴身助理 那么他呢由于给一个15岁的女孩在这个北卡罗莱纳州 跨州发短信 跨州发短信完了之后呢就是FBI没收了他的电脑 电脑中查出了65万份这个助理的电邮 在65万分钟有大量希拉里没有交出来的电邮 这是FBI这么说的 但是为什么科米一定要在这个选拳11天的把这个事情重新宣布 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选举前 这个是讨论的关键所在 放到北先上 我觉得这个是克林顿这个案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就是发现了这么多就是一大堆的电子邮件 而且跟这个克林顿的这个电邮门的案子有关系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如果不说的话 而选举进行了完了以后克林顿当选的话 会有很多很多人批评科米说 你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你并没有说这个事情 为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政治的目标吗 如果说的话 反而会有另外一半的美国人批评他说 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为了左右11月8号的选举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克林先生所面临的情况是一个进退两难 他做任何一个决定都是不对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是做两个选择当中 还是提供更多的信息可能为更好的选择 而他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没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就是科米在17月份对国会宣布不对克林顿进行起诉 他当时说如果还有新进展我会通知你们 这个话是9月28号 美国的民主反而加强了美国民主 特别是加强了美国的法治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我想刚刚那个龚小夏龚老师也提到过 他是没有把这话 有机会把这话讲完 我就帮他再顺一下 10月5号 他们发现在这个Winner的这个server上 开始去看Winner的server上 包括刚刚讲到的性短性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发现一大堆这些东西 现在对我们今天讲这个事情是 第一 今年7月FBI宣布对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 对这个史莱利本身的这个电邮调查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个case是close 但是有留一个伏笔 什么伏笔 是万一还有新证据的话 我会马上告诉你国会 所以comee必须要遵守 他对国会的这个一个承诺 这次就是法治 这是一个民主 第二 在这时候当时有两个team在做这个事情 有一个组 一个组是在DC专门做这个所谓电邮调查 另外一个组 新来的这个组 专门在调查这个Winner的东西 当调查这个Winner的这一组的人 发现刚刚提到的6万多封这个信件的时候 他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里到底这些信件到底有没有问题不知道 所以他们向上提报告 上提报告说 那先通知这个DC 华盛顿这个team 华盛顿的定义是说 我们要看一下才知道 到底有没有问题 可是因为这是两件不同的案子 一个是Winner的案子 另外一个是电邮的案子 他们必须向法官取得搜索证之后 才能够进来看这个Winner这个serfer 到底上面有没有东西 在这个过程当中说 你看很明显的是什么 他遵从法律 遵从法治 他没有这个纽约这边的这个允许 法官的允许 他不能去看这个Winner上面的 任何邮件 但是他一旦开始启动 启动这个需要看这个文件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是你要必须公开了 他必须告诉这个 必须告诉COME 所以在10月28号 27号的时候 27号的时候 26号的时候 他们正式向COME提出整个一个简报 说OK 我们这个案子现在都不知道在什么程度了 我们需要干什么干什么 在COME知道这个情况之后 他必须向国会讲话 他如果不向国会讲的话 他本身就不尊重法治 他本身自己就是一个破坏法治人 所以他作为一个联调局的局长 他必须对国会保持他的承诺 另外当然还有外界压力 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过说是 其他的这些办案的这些人员 认为说都在看你这个调查局局长 你怎么做 你该做的事情你不做 你显然是受到政治压力 你受到政治压力 你就是在影响选举 所以刚刚你提到这点的时候 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他在保护美国的民主 同时更在维护美国的法治 好的 听听石凯文先生看法 我认为刚刚各位提到的 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想提到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Komey是否要宣布这个事情 跟他用什么话宣布这个事情 是两回事 有一些法律专家是支持Komey这个行为 但是他们不支持Komey 他写信里面的这个写法和用的话 觉得那个话是不够清楚的 在现在这个政治环境的情况下 特别是有川普这种 就是经常喊口号 要把柯林顿抓起来的这种人 你要特别小心不要给 要不小心地给他更多的武器 去打柯林顿 不然就是政治话 所以我觉得他的行为 就是要跟公众公开 跟国会回报是一回事 但是另一回事是他应该用什么话 他当时用的话 他上周用的话是很模糊的 他说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重要的信息 但是我们还没看 可能要重新开始调查 因为有新的信息 就是这种模糊的话 会让人觉得肯定是有罪 那觉得有罪的人肯定觉得有罪 然后觉得没有罪的人会觉得没有罪 那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激烈的政治的环境下 这种话是有点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他的话 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COME本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 COME是三月份就告诉FBI所有的工作人员 你们这个特别是这个选举 要特别小心不要随意公开 就是不要随意就是公开不应该公开的消息 我们作为公务员我们有这个责任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自身矛盾 就是COME就让COME讲得更不好看 因为他自己已经弄了建立这个标准 然后到了现在就是有点公开太多 特别是7月份作证的时候已经公开了很多 到现在不小心的用这个话 讲得有点难看 好的 我们知道您的意思的 施开文献您的意思是说 他在这个给国会的公开信里面 好像有点暗示 或者是没有说清楚的到底有没有问题 但是在他没有看到这个邮件内容的情况下 科米好像很来下这个决论 是非常难 因为我们可以看时间线 时间线是在10月初 这两个组开始就是在讨论 那么因为调查不是电邮门 是另外一个组 调查这个Weiner案件的这个组 他就发现很多 他们不能看内容 但是他们可以看从哪来到哪去这个邮件 所以他说这个好像有很多 从克林顿私人电邮上来 他们就请了一位这个国家安全事务 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那个 他们的FBI里头的专家来 这个专家说一看这个是不行啊 这好像很有问题 我们应该这个去看这些邮件 就把克林顿电邮主的人请来 克林顿电邮主的人大家坐来请来说 坏了我们没有法庭的许可 所以这来回一开会吧 到了这个科米就上个 就星期一二的时候 他们才开会说不行 我们要报告给联邦调查局最高层 那最高层他们报告给了 负责克林顿电邮的副局长 这个副局长叫McCobie 这个副局长的太太 原来是民主党的一个候选人 在从民主党手里拿了50多万块 60万块钱的竞选经费 所以这个当时已经遭到很多媒体攻击了 所以这个人一看说不行 我们马上得报告局长 所以他们在星期四才报告局长 那个局长星期五给国会写的 所以最关键是科米在宣布这个事情 他自己本身对于这个邮件的内容并不知道 所以他没有办法说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他也是在给国会的心理 他不能知道他只能说出现了这个事情 对 我同意这个分析 就是他用模糊话还是很正确的 因为他还没有看这些电子邮件的内容是什么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很严重的问题在里面 所以在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必须用模糊的话说 我们发现了一大堆的电子邮件 我们要慢慢地处理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我们会慢慢地探索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不太同意这个斯雷顿先生刚刚讲的这个分析 我认为这是反而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方法 好的 魏比周先生 我们知道民主党确实对于这个科米 这个做法有非常多的攻击 那么有一个很大的攻击 就是说司法部在 如果在调查一个候选人的案情 那么他们应该在没有做出决论 在没有做出结论之前 不能在选举前公布对候选人的调查情况 因为这样的话会影响选情 而这个候选人本身并没有被定罪 所以我想听听美国的做法到底是怎么样的 听听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刚刚觉得那个龚老师说的非常清楚 他这两个组他必须在那个克林顿电邮组 他必须拿到法官的这个许可才能去看 这个就是基本在法治上的情况下 那你说调查不公开 他事实上他所做的事情是向国会报告 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他并没有向媒体报告 但是他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在媒体上马上批读出来 他即使不报告的话 我所了解的在这边纽约市这边 有好多好多纽约市的警察本身也参与这个案子的做法 他们对于这个克林顿也好 或者是对于这个这个威门也好 都是痛恨痛恨万分 所以即使你你科米不讲这个话 这些人都会把这个消息全部露出来的 露给媒体 一旦露出来的话 那你那你这个科米 不但科米的这个这个名誉受损 整个联邦调查局的名誉也会受损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他这就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已经充分了解到 刚刚刚那位那个那个那个史先任也提到说 方先任也提到说 他这封信写的就是比较模糊 因为没有定罪 所以我必须强调在这边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7月份的时候已经宣布 这个事情已经close了 没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也没有说 克林顿这些信有问题 只是说我们现在要来看这封信 到底有没有问题 而且我必须根据我对国会的 国会的这个宣誓所做的东西 说我必须告诉你 我有新东西 我现在来看 有没有罪我们不知道 所以不要下任何决定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刚刚这个 那个史先任说的一样 史先任说的一样 就是因为这封信写得不够清楚 或者说写得不够明确 等等造成有各方面的 各方面的理解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 更大的这个争议 不过就法理上来讲 就这个事情上来讲 联邦调查局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并没有违反所谓调查 不公开的这个原则 好的 施凯文先生 基本上我是同意 刚刚那个B就说了 就是我觉得是 他可以说明确一点 我不觉得公开这个调查 要开始调查 要开始审核 或者拿到搜查证 公开这个信息 或者回报这个信息 可能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他要进一步明确说 现在没有罪行 就是他没有明确说 没有crime 现在没有罪行 你用这种话 媒体很难去乱七八糟的报道 可能有新的罪行 或者共和党可以说 你看就是克林顿就那么黑 或者克林顿基金会有那么黑 我们完全不知道 这个邮件里面有什么内容 可能有罪行 可能没有罪行 我觉得重点是 他应该明确 就是明确说没有罪行 让对方没有办法去批评 克林顿肯定是有罪 在这个邮件里面 他没有必要说没有罪行 是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 除非一个法庭判罪的话 这个人就是无罪的 所以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状况 我想所有的美国人 包括美国的小孩都知道 没有罪行不罪行的问题 没有不是一个说 克林顿因为发现了这些电子邮件 所以有罪 美国人知道这个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这样说得很清楚 他就说我们现在不知道情况 我们要进一步的探索 而且我要通知国会 这个我作为民主党的人士 我还是认为是正确的决定 好 小夏我们知道这个 这次联邦调查局在整个这个案情里面 在希拉里电友们的调查中间 受到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攻击 都认为他有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司法部是下属总统 那么联邦调查局又是下属司法部 我想对于中国观众来说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司法部调查这个总统 就简直就像是中国的中纪委 就调查习近平一样 他们怎么在这个整个调查中 保持这个中立 因为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 是明显的支持这个 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的 那么司法部是听命于奥巴马 我就想知道 在这整个过程中 司法部怎么保持自己的中立 美国的司法程序是独立的 但是司法部部长是由总统任命的 司法部长不得干预 联邦调查局说我要调查哪个 司法部长不能说你不许调查 但是司法部长可以说 你我不起诉 这是司法部长的权利 我们记得有司法部长 当时调查尼克松水门案件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 尼克松连连开除了两个司法部长 两个司法部长都说 我们还想继续调查 最后到第三个设法干预 也没有干预成 所以这是美国历史上 最有名的案子 那么现在这个司法部长 跟克林顿夫妇是好朋友 我们也都知道 6月29号的时候 比尔克林顿悄悄去见他 结果被司法部长连起 对 见了司法部长连起 所以在媒体引起非常大的反弹 所以这一次林奇就说 他完了之后 他就是模领两可地说 我可能就是不太干预 所以他干预起来不方便 所以这很有趣的 对 未必周线 实际上我们知道 林奇这一次 FBI局长柯米要宣布 重新重启对电影门的调查 林奇是反对的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柯米还是站出来 把这个事情重新公开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 刚刚提到了 这个事情从 其实在7月份 7月份他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就是决定对这个 史莱利这件案子 不予继续调查 觉得是这个结案的时候 那在这之前 就刚好就另一起 跟这个前总统克林顿见面 那这是个 你任何人来讲 其实特别从中国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暗示 而且这个事情 如果不是当时 有这个电视记者 在盛场看到的话 没有人知道 有人他们两个之间 做了这个事情 所以就 其实就这个 欧巴马政府来讲 他一向讲的 就是要公开跟透明 那这些事情 简直是不公开 跟不透明 到了极点了 所以这才会让大家 引起不断的好奇 跟不断的想要了解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到目前为止 当然都没有人 没有出来 明白出来讲 我觉得林须在之前 他也说过好几次 这个事情 根本就已经结案了 所以我们不认为 会有任何问题 但如果 他自己也加了个伏笔 如果有新的东西的话 我们会继续调查 那现在就是有新的东西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FBI本身是一个 独立调查的团 调查的机构 他不受任何政治的影响 虽然他的这个局长 是受政治任命的 可是FBI自己人 非常清楚了解 这是一个在美国 最有公信力的一个单位 他不能 任何一个局长 不能在他自己手中 让这个局长 让这个单位毁掉 刚刚龚老师有提到过 在水面案件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代理局长 那个Gray 他做了多大的这个恶事 对于这个FBI 造成多大的这个损伤 只有那个时候 有个生喉咙 才会出来不断把这个话讲出来 才把这个水门案的这个案情 一旦来弄出来 否则的话 联邦调查局的名誉 到那个时候已经毁 到几点了 所以我想科米他很了解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司法官出身的 也是一个prosecutor出身的 所以他很了解 对于这个 这个联邦调查局 维护的重要 何况媒体的报道就说 底下人都已经 都快要造反了 天天接到辞职信 认为你这个当局长不公平 我觉得他在这个情况下 他知道跟司法部之间 有这样子的重属关系 可是他必须独立 做他该做的事情 好 施凯文先生 我想回到那个 就是刚刚方老师说的 没有罪行是理所当然的 我觉得这个就谈到重点了 现在美国这个政治 这个竞选 您觉得在川普这种人的眼中 有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我觉得川普已经证明了 恩赐 就是他不尊重美国的司法 我们可以提很多例子 对吧 就是他想把一整个宗教 都放在美国外面 不让穆斯林教人进美国 他不让媒体 他要批评媒体 要起诉媒体 他觉得媒体报道 全部都是不公平的 他觉得美国投票系统 都是一个诈骗系统 而且没有任何证据 都说这种话 我觉得在川普这一节 可能理所当然 可能没有这种 理所当然可能不是理所当然的 美国司法 美国法治 我们要在川普这种时代 要直接 要说得清楚明确一点 才不让川普去利用这个东西 好的 我想我们再回到一个 就是这个电邮门 这个问题的本身 因为我们知道 7月份虽然说告一段落 但是现在又重启这个调查 为什么我想跟大家 虽然说了很长时间 电邮门的事情 放大微信 为什么电邮门这件事情 对希腊里有如此重大的损伤 为什么这件事 美国人把这个事情用的 看得那么重 因为在中国人看来 他不就是用了 那个私人服务器吗 多大的 这是多大的问题 为什么在美国人看来 是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 我觉得有两个不同的层次 一个就是 按照美国的信息自由法 信息自由法就是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所有的美国公民有权利 申请审查和阅读 联邦系统上的非保密的内容 这个是美国公民的权利 按照法律的一个权利 如果一个国务卿 或者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头 或者任何一个公务员 用一个私人服务器 来存他的这个电子邮件 或者其他的内容的话 那么这个法律就管不了 就没有 就是在这个法律的管辖外 所以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在美国一个公务员 必须按照法律和按照规定 必须用一个国家和联邦政府的系统 处理它的内容 要不然美国人民 没有他们应该有的 按照法律应该有的监督权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第二个更深的层次 就是美国人民看到了 这个服务器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电邮门的问题 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准备 可能准备选这个人当美国总统 他到底认为不认为 他应该遵守我该遵守的法律 他到底认不认为 他应该遵守我必须遵守的规定 如果他有他的标准 然后美国人民有美国人民的标准 而美国人民的标准 美国的法律 美国的规定 国务院的规定 联邦政府的规定 都管不了希拉里克林顿 这个就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人到底合格不合格当美国总统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绝大部分的 很大的一部分的美国人 把这个问题看作为非常严重的 所以你就说你的两个要点 第一克林顿用这个私人服务器 目的是因为他要隐藏一些信息 他的目的在于这个 第二就是说他这样做 就是感觉他自己是凌驾于法律之上 所以这两个是美国人不能接受的 这里很关键 隐藏的信息是什么 因为美国这个法律规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它的道理就是你作为公务员 特别是你有权利作为政府官员 你不得利用自己的职位 去进行任何腐败的活动 为自己谋取任何个人利益 所以你要用公家这个服务器的时候 你所有你来往 比如说 比如我在管美国之音这么说 那么有人就给我写封信 说你在管美国之音那个 你能不能美国之音这个建设 这个合同给我20万 我自己是朋友 咱们哥们哥们 我倒是底下分给你5万 那么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 因为当然这是犯法了 提这个要求就是犯法 如果是在私人服务器上 你是调看不到的 那么按照美国政府 它两重犯法 如果这个电邮出来 第一重犯法就是 你没有用国家的政府服务器 去处理事件 第二呢 你就是说等于隐藏了 这任何有腐败的信息 所以呢 大家公众为什么要看 就是要防止政府官员 进行任何腐败和与腐败相关的活动 那么你用了私人服务器的时候 你就可以隐藏很多 现在的确也发现 有大量隐藏的 就是关于克林顿基金会的捐款啊 什么等等的这些信息 这是非常成问题的 好 我想刚才除了两位刚才谈到以外 还有一个大家就是 美国人关心的一个原因也是 就是说他们觉得整个 希拉里在整个电邮门的调查过程中 有一些做法 比如说他销掉自己的这个几万封电邮 这一点是被川普抓到了一个小辫子 经常拿出来说的 好 我想听听魏毕周先生的说法 那个这个公务员 特别是高级公务员 政治人民的公务员 都应该又使用政府的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政府的东西 希拉里在开始这个 开始做这个听证的时候 就是他参议员 他这个国务卿开始 任命听证的时候 已经就浮出这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他大家都知道 他用的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clintonemail.com的这样子的东西 是私人电邮 在那个时候 国家档案局的人 就已经跟他提出这个建议 说不行 你这个东西将来都要入我们的档案的 你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东西 那他没有听 其实以至于到后来 他去亚洲旅行的时候 已经有安全的人员 告诉他说 你这个所有的这些 这些你的 他是使用那个黑莓 Blackberry的东西 他说那个时候 你小心一点 因为到了亚洲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听你的东西 但他也没有听 他继续使用他的私人电邮 他基本是倒过来做的 基本上是说 如果你使用这个 DAR-STATE 就是说国务院的 这样子的一个电邮 电邮的这样子的 server的时候 伺服器的时候 你所有的东西 最后你等你离任的时候 你把它交给国家档案局 国家档案局来看完之后 会告诉你说 这个我们要留 这个我们不留 不留了我们退回给你 等等这些事情 他现在完全倒过来 他全部用他自己的私人 私人电邮 私人server 然后他最后来决定 我什么时候 可以给国家档案局 什么时候我自己留着 这个就是把 跟别人不一样了 你知道他这样的做法 前面联邦电邮局 另外一个局长 就是因为把自己的 电邮的information pass给他的女朋友 就这样子丢关了 这个就是很严重的 一件的事情 好 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事情 他就使用私人电邮 才会这样子发生 一直要到班加西 班加西听证的时候 这个事情才爆出来 为什么呢 这个小组 这个国会小组 去向他要这个 国务院电邮的这个东西的时候 才发现出来说 怎么你用的都是私人电邮呢 那到底国家电邮在哪里呢 而且在这之前 还有另外一个单位 我记得好像是 反正也是一个公益团体 也是向国家档案局去要有关于克林顿在国务局的电邮 结果他们给他回的信息说什么 我们没有档案 那奇怪了 他说你怎么会没有档案呢 所以在这个开始 大家在开始了解说 克林顿到底在用什么东西 为什么国家没有他的档案 一直到三月份的时候 纽约时报自己爆出来了 他们说在班加西的这个整个听证过程中 才发现克林顿用的全部是私人电邮 那这个时候才把整个事情开始爆出来了 所以各方面 包括国务院自己都跑去向克林顿说 你有没有这电邮要交给我们 我们要把这个电邮 想办法交给国会这个班加西的听证会 那你有没有电邮给我们呢 那克林顿才给一些电邮出去 这个时候克林顿自己本身的律师 才去跟国务院的律师去商谈 我要给你什么电邮 然后才把这个电邮再给去国会 所以这个事情让人家觉得是越来越奇怪 越来越奇怪 所以才会到现在为止 一直一直发展过程当中 所以很多人说 其实这个事情本来不是问题 他自己处理好就好了 好的 最后我想我们时间不多 就大家很简短的评论一下 我们知道在这个克林顿电邮们的调查里面 司法部和FBI 甚至在FBI内部都存在着 非常大的这个分歧和争议 我想听听各位介绍 就是这些分歧和争议的焦点 到底在哪里 请简短一些 史凯文先生请您来先谈一谈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信号的问题 你后面那个问题我没有听清楚 就是司法部和FBI 他们就这个电邮门调查 内部有一些分歧和争议 那么这些分歧和争议的焦点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希拉里电邮门的调查上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司法部好像根据报道 司法部是不同意调查局这样公开信息 他们可能觉得会政治化这个调查 但是司法局局长后面 还是一样写这个信 他们可能分歧在于这个过程 关于这个调查的结果 我觉得我们还不知道结果 前面的调查7月份 当时有丑闻 因为那个司法部部长跟克林顿的 就是前总统克林顿 在飞机上见面了 这个当时是大新闻 觉得是不是他在影响这个调查的过程 司法部是不是在影响FBI 当时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 当时他们讨论了什么 各自都有各自的看法 当然民主党都说 大家就是见面谈一谈吗 然后共和党觉得又是克林顿 一大堆的丑闻 他们后面在搞自己个人利益 所以我觉得就是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我想谈一点 克林顿夫妻 他们多年来这种行为 导致今天 希拉里克林顿 为什么那么不受欢迎 你看这个人 马上要当总统 就很可能要当总统 根据我们的民调 但是还那么不受欢迎 还没有上台之前 这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一再一再的 做这种让人质疑的行为 我觉得现在这个司法部 跟调查局之间 为什么有分歧 可能就在于这点 是一个政治化的问题 克林顿很多人质疑 但是司法部就是民主党指导的 好的好的 好 请简短一些各位 这个主要的分歧不在司法部 主要的分歧在FBI内部 就有调查 现在最近FBI内部的人 不断在对媒体放线 7月份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不同意了 而且据到司法部 或者FBI内部的人说 有好几个高级官员 在过道上看认局长 宣布不起诉之后 都不跟他说话 我觉得这个联邦调查局里面 有一些不同的分歧 一个就是我们应不应该继续调查 希拉里 克林顿 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一些人认为应该继续调查 有一些人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继续 或者没有必要继续调查 还有什么时候宣布 这个Wiener 中议员的电子邮件 时间上有一个辩论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还没有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也是一个FBI内的一个分歧 或者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看法的一个问题 就是克林顿基金会这个事情 也是一个应不应该调查 应不应该进一步的调查 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来 扩大我们的调查范围 这个也是一个FBI内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的 有关FBI局长 科米的这个政治困境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克林顿和川普深陷司法争议 是否可能为他们的总统任期 带来宪政危机 请你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再见 谢谢大家